我们来讲一下辅光群组的创建方法 那么当你需要对辅光的区域做更加柔和的控制的时候呢 一盏灯光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可以创建多盏灯光 好 首先呢我们去创建一个Nubus的圆环 对它进行一个角度的调整 沿着X轴旋转90度 这样对它的大小也做一下微调 好 那么首先创建一盏头光灯 Spotlight 对它角度呢做一下调整 当前这盏灯光我们去设置它的颜色为白色 强度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强度 不需要呢它产生高光效果 因为一些灯光那么产生之后呢 它的高光如果很多的话会影响到整个角色的一个效果 辅光只是为了照亮它的暗部 得到更柔和的区域 把高光开关的给关掉 设置它的半影角度边缘柔和一些 好 那么对其它灯光的进行复制 复制的时候我们使用参照复制的方式 参照复制的方式 WK Special 加进行复制 Shift加选 选择控制点 这样子进行吸附 按G键重复上一次命令 按G键重复上一次命令 这样可以先把这些灯光先复制出来 然后让这些灯光呢成为指定控制点的位置 进行调整 选择 Shift加选 按着W键补松进行吸附 最后 把这些灯光成为曲线的子物体就可以了 在之前呢 把这个曲线的参数值归零 删除一下历史 然后让这些灯光成为这根曲线的子物体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对当前的灯光进行移动了 好 我们把当前的辅光寻组进行保存 Light Group 进行保存 好 那么下回如果我想调用辅光群组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对它呢进行导入就可以了 Input 把它导入进来 那么如果你想使用快捷的方法 来去调用的话呢 我们可以打开 我们可以打开脚本编辑器 然后呢 我们把做好的辅光群组进行导入 这样呢 生成的脚本 我们可以把它选中 放在工具架上面 那么下回如果我想调用的时候 只需要点击一下工具架上的那样的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那辅光呢 就快速的导入进来 这样的话 得到一个更加柔和的阴影效果 按数字7键 这样去调整 代替原来的单展灯光 那么它所做的这个效果呢 跟之前的那个呢 更加的柔和 然后我可以去得到更好的一个光影效果 整体的调整 灯光的强度 这些都可以做控制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制作辅光群组的一个制作方法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